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圣经故事频道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了三个月漫长而艰苦的旅程,终于到达了西奈山脚下 这不仅是一段地理上的跋涉,更是一次精神和信仰的迁徙 圣经中《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情景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到达后,以色列人在山前安营,他们搭起帐篷,摆设好各样的居住用具 整个营地布满了疲惫,但又带着希望的气氛 西奈山,一个被渔物缭绕的巨大地标,住立在他们的面前,显得庄严而神秘 使得每个到达的以色列人,都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充满了期待 就在他们在西奈山安营之后,摩西被上帝召唤上山 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圣时刻 上帝对摩西说,这样你要告诉雅各家 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摩西把长老和百姓召集起来 一字不漏地把耶和华的话转告给他们说 耶和华命令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必须听从 摩西的声音在旷野中回荡,每个人的面上都写满了坚定的表情 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耶和华给出了具体的指令,你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今天明天自节,又叫他们洗衣服 摩西传达了上帝的这个旨意,要求每个百姓洁净自己 清洗衣物,保持心灵的崇敬 第三天来临时,每个人都将见证耶和华的荣光 摩西在神圣的西奈山周围,画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他严肃地警告人们,不可触碰山的边界,为者不论人畜,必受严惩 百姓被告知,只有在绞生长鸣时,才能靠近山根 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后,百姓等待着那历史性的时刻 摩西的声音再次响起,提醒每个人谨慎小心,并保持身心的纯洁 第三天要做好准备,不可亲近女人 百姓们遵守着规定,静待耶和华的显现 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雷电大作,乌云密布,拥有亮亮的号角声 营中的百姓都胆战兢兢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上帝,他们都站在山脚下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到西奈山,山上弥漫着浓烟,滚滚上腾 好像一个大火窑,整座山剧烈阵 号角声越来越亮 摩西说话,上帝用雷鸣回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召摩西到山顶,摩西就上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警告百姓不可闯过界线 到我这里观看,以免很多人死亡 吩咐到我面前来的祭司要洁净自己,免得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 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要在山的四维划定界线,使这山圣洁 耶和华对他说,你下去把亚伦一起带来 祭司和百姓仍要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得乱闯到我面前 免得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就下山,把耶和华的话转告给百姓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定下了十戒,也称摩西十戒 这十戒是,一,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四,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 五,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窃 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人,牛,驴,以及他的一切所有 那时雷电交加,号角嘹亮,山上冒烟,百姓见此情景 都吓得浑身颤抖,不敢哀敬 他们对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从 不要让上帝直接跟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会丧命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害怕 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好让你们实时敬畏他,不致犯罪 百姓都站得远远的 摩西独自走进上帝所在的密云中 耶和华吩咐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 既然你们已经亲眼看见,我从天上向你们说话 你们不可制造神像与我并立,不可为自己制造金银神像 你们要为我住一座土坛,把你们的牛羊浸在坛上做梵祭和平安祭 凡是我使自己的名被尊崇的地方 我会亲临大礼,赐福给你们 你们若为我住石坛,不可用凿克的石头 因为用工具凿克的石头,会殿无祭坛 不可踩着台阶灯我的祭坛,免得露出你们的下体 耶和华又指示摩西说 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及以色列的七十位长老 上我这里来,远远地敬拜我 只有你可以靠近我,其他百姓都不得与你一同走进 摩西下山,把耶和华的话和法令都告诉百姓 百姓齐声回答,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 摩西把耶和华的这些话记录下来 他清早起来,在山脚住了一座坛,立了十二根柱子 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他又吩咐以色列的青年去给耶和华献凡祭 又献上公牛做平安祭 摩西把寄生的血一半放在盆里,一半撒在坛上 他又把约书念给百姓听 百姓听了都说,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 我们愿意顺服 摩西便把盆中的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案所说的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之后,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及以色列的七十位长老 便上了山 他们都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 他的脚下好像是一片蓝宝石 像天一样明镜 上帝没有伸手杀这些以色列的首领 允许他们看见他,在他面前吃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 留在这里,我要把写着律法和诫命的石板赐给你 你可以用来教导百姓 于是,摩西带着他的助手约书亚 动身上了上帝的山 离开之前,摩西吩咐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回来 亚伦和霍尔跟你们在一起 民中有什么诉讼的事情,可以去找他们 摩西上的山,密云遮盖着整座山 耶和华的荣耀停留在西奈山上 密云遮盖了山长达六天 第七天,耶和华在云中召唤摩西 在以色列人眼中,耶和华的荣耀在山上好像烈火 摩西上到山上,走进云中 在那里停留了四十周夜 在这期间,上帝告诉摩西 他要求以色列民众自愿奉献宝贵的物资 这些不仅是黄金、银子和铜 还有珍贵的布料和宝石 用以打造一个圣所 上帝的只是详细而具体 每一件奉献的物品 都将被用来构建一个可见的神的居所 会墓 上帝细致地知道摩西 应该如何制作约柜和施恩座 这不仅是存放神圣实践的地方 更是上帝与人相会的象征 每一处设计都要透露出神圣的意义 如今登台 然后是建造会幕 上帝亲自设计了这座流动的圣殿 每一块杖板 每一根板材 都要按照神的旨意精心制作 确保神的荣光得以妥善显现 在神圣的服饰上 亚伦和他的子孙被赋予了崇高的责任 他们的祭祀服装不仅仅是礼服 每一细节都富含深厚的象征意义 如胸牌上的宝石 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 永远记在上帝的心中 吉祥坛则是日常与神交流的圣地 每天的香烟上升 象征着百姓向上帝的祷告和赞美 这些指令和建造 不仅要塑造一座实体的圣所 更助就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每一块石板 每一缕香烟 都将是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 坚固盟约的见证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完这些话以后 就把自己用指头刻上诫命的两块石板 交给摩西 百姓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 就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知怎样了 你给我们造神像来带领我们吧 亚伦对他们说 你们去摘下妻子儿女的基尔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按着亚伦的要求 做了 亚伦用这些基尔环铸造了一头牛犊 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明 亚伦见状便在牛犊前面住了一座坛 然后宣告说明天是耶和华定的节气 第二天清晨 百姓都上前来献凡祭和平安祭 献完祭后就坐下吃喝 狂欢起来 耶和华看到了这些 就对摩西说你下山吧 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些人已经败坏了 他们这么快就偏离了我吩咐他们走的道路 为自己造了一头牛犊来叩拜献祭 还说 以色列人啊 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明 耶和华又说 我看到了 这些百姓真是顽固不化 你不要阻止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毁灭他们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摩西恳求耶和华说 耶和华呀 你为什么要向你的子民发烈怒呢 这些子民 是你亲自用神迹和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难道 你要让埃及人议论说 你领他们出来 是出于恶意 是为了在山野之间杀掉他们 从地上灭绝他们吗 求你息怒 施怜悯 不要降货给你的子民 求你顾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和以色列 你曾凭自己向他们启示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代 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我应许给你们后代的这整片土地 我必使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 耶和华听了摩西的话 就是怜悯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在百姓身上 摩西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上帝用手指刻的两块约板 约板的正板两面都有字 约书亚听见山下百姓嘈杂的喊叫声 便对摩西说 营地里有打仗的声音 摩西对他说 这不是打胜仗的声音 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 而是歌唱的声音 摩西走进营地的时候 看见牛犊 又看见百姓在跳舞 心中大怒 便把手上的两块石板摔碎在山脚下 又焚烧他们铸造的牛犊 把它磨成粉末 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百姓喝 摩西对亚伦说 这些百姓对你做了什么 你竟使他们陷入大罪中 亚伦回答说 求我主不要动怒 你知道这些人专门作恶 他们对我说 为我们造神明来带领我们吧 因为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 不知怎样了 于是我吩咐他们摘下金耳环给我 我把这些金耳环扔进火里 这头牛犊救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放肆 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成为敌人的笑柄 便站在营门口对会众说 凡跟从耶和华的 都站到我这边来 所有的立位人都聚集到摩西身边 摩西对他们说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个人带着刀 从这个门到那个门 走遍整个营 不论遇见的是兄弟 伙伴还是邻居 只管杀他们 立位人便照摩西的话去做 那一天约有三千人被杀 摩西对立位人说 今天你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耶和华了 因为你们大义灭亲 他今天必赐福给你们 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 我现在要到耶和华那里 也许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百姓犯了大罪 用金子为自己造了神像 恳求你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请你从你的册子上 抹掉我的名字吧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册子上 抹掉谁的名字 你现在回去带领这些百姓 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的天使 必在你前面引落 只是到我惩罚的日子 我必因他们的 罪惩罚他们 耶和华击杀百姓 是因为他们曾与亚伦 一起造牛犊 耶和华对摩西说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 领出来的百姓 要离开这里 去我向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起誓 要赐给他们后代的地方 我必差遣天使 走在你们前面 赶出当地的迦南人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洗人 西魏人和耶布斯人 你们要去纳流奶 与蜜之乡 但我不会跟你们一起去 免得我在途中 就把你们灭绝了 因为你们是顽固不化的百姓 百姓听见这话消息 都非常哀伤 不再佩戴事物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去向以色列百姓宣布 你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 我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待一刻 都恐怕会灭绝你们 现在你们要摘下自己身上的事物 我再决定怎样处置你们 因此以色列百姓 从河列山开始 就不再佩戴事物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 摩西在远离营地的地方 搭建了一个特殊的帐篷 称为会墓 这里成了与上帝沟通的神圣地点 每当摩西走向会墓 营中的百姓便会起立 从自己帐篷的门口目送他 这是一种尊敬的表达 当摩西一走进会墓 天空中的云柱就会降临 停留在帐篷的入口 这是上帝的显现 见到这一景象 百姓都会在自己的帐篷门前跪拜 而在帐篷内 上帝会与摩西面对面的交谈 就像朋友之间的对话那般亲切 谈话结束后 摩西回到营地 但他的助手 年轻的约书亚会留在会墓中 一次 摩西向上帝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你要我带领这些人 但你并未明确告诉我将由谁与我同行 你说你认识我 我在你眼前蒙乐恩 如果确实如此 求你指引我 让我更加认识你 以继续获得你的喜悦 请记住 这些人是你的民 上帝回答摩西 不用担心 我会亲自与你同行 让你安然无恙 摩西紧接着说 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 我们就不应该离开这里 没有你的同在 我们又怎能显得与世上的其他民族不同呢 上帝被摩西的话感动 并许说 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乐恩 我承认你 你的请求我会满足 于是摩西请求上帝 请你让我见到你的荣耀 上帝答应了摩西的请求 但告诫他 你不能直视我的面 因为没有人能见我而存活 当我的荣耀经过时 我会让你站在磐石上 把你藏在石缝中 用我的手覆盖你 直到我过去 当我一开我的手时 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影 但我的面你看不见 这一段描述了上帝与摩西之间 深刻而神圣的互动 显示了上帝对他选民的 特别关照与爱护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跟你之前摔碎的两块一样 我要把前两块石板上的字 刻在上面 明天清早你要预备好 你要再次上西奈山顶来见我 谁也不可与你同来 整座山上都不可有人 就是牛羊也不得在山前吃草 于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 摩西凿出两块石板 与前两块一样 他清早起来拿着这两块石板上的西奈山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是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充满慈爱 无比信实 向千万代彰显慈爱 赦免罪迁 过犯和罪恶 但绝不免除罪责 必向子孙追讨父辈的罪债 直到三次代 摩西急忙俯伏在地上敬拜 说 主啊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乐恩 求你与我们同行 虽然百姓顽固不化 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 接纳我们做你的产业 这次在西奈山上 摩西又度过了四十周夜 期间他不吃不喝 完全沉浸在 接受神圣律法的过程中 上帝在这段时间里 重新向摩西颁布了命令 并在新的石板上 亲自刻写了十件 再次确立了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 摩西下山时 手持新的律法板 准备向以色列人宣告 这恢复的法律和命令 摩西召集了以色列全体会众 向他们传达了 上帝关于建造圣所的具体指示 这是为了让上帝能在他们中间居住 摩西首先要求民众资源线上所需的材料 如金 银 铜 细码 山羊毛 红色公羊皮 海狗皮 宝石 以及橄榄油和香料等 以色列人的回应令人感动 他们慷慨地捐献了超出所需的材料 其中心灵手巧的人 被指派为主要的工匠 负责监督圣所的制作 制作的项目包括会幕 这是一顶大帐篷 外面覆盖着公羊皮和海狗皮 内部装饰精美 有金线和珍贵材料编织的蔓子 他们还制作了约柜 给予上帝立约的柜 赋以纯金 并设有两个金制的纪录帛 此外 制作了陈设柄的桌子 金灯台 金香坛和樊祭坛 以及用于圣所服饰的祭司服装 每件物品的制作都严格按照 上帝透过摩西 所传达的指示进行 这不仅是对工艺的展示 也是对上帝旨意的严格遵循 和表达了以色列人 对建立与上帝关系的重视 最终 当所有的搭建会幕的 准备工作完成后 摩西亲自检查了这些物品 并确认一切都按照 上帝的指令正确制作 他对工匠和百姓的努力 表示满意 并为他们祝福 摩西在完成账目 和所有器皿的准备后 并未急于立即搭建 而是选择先祝福和等候 这种行为 反映了他从过去的教训中 学到的耐心 过去 摩西急于解决问题 采纳了叶特罗的建议 最终导致了金流毒事件 使他不得不重新上山 在那里额外停留了四十周夜 从这次经历中 摩西学到了 在位获得神的 明确指示之前 不应贸然行动 现在 即便账目需要搭建 摩西也选择了按神的节奏形式 对于神上位指示的事物 他选择在神面前静候 之后 摩西接到上帝的指示 在新年的第一天 开始搭建会幕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摩西小心翼翼地 按照上帝的布置指令 一一摆放会幕的各种圣物 首先 他将约柜安置在万字后面的制胜所内 这个约柜将放置两块法板 亚伦的发过牙的杖 和装满马打的金罐 随后 摩西又指示将桌子和点着灯的金灯台 放置在合适的位置 接着摩西在会幕前设置了板祭坛 并在台玉会幕门口之间放置了洗镯盆 这样 祭司在进入会幕服饰前可以清洁自己 之后 摩西对会幕及其内的器具进行了敌敬 并用膏油对他们进行了圣洁的抹油 将其分别为圣 此外 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也在会幕门口接受了洗礼 穿上圣衣 并且被摩西用膏油抹身 正式开始他们的祭司职份 所有这些仪式都完成后 上帝的荣光亲自降临 云彩覆盖了会幕 上帝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圣祖 云彩降临的那一刻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 使得摩西无法进入 这不仅标志着他之前在银外会幕 与神交流的任务转交给祭司 也展现了神愿意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承诺 自此 云彩成了他们的直接向导 每当云彩升起 以色列人便启程前行 云彩若停留 则他们顺从地安迎不动 这场景不仅是他们在大而可怕的旷野中 依赖神的明显标志 也是他们完全顺服于神引领的象征 以色列人终于在大而可怕的旷野中 获得了神的直接指引 从此 云彩不仅是他们的向导 也是神同在的明显标志 百姓也学会了不依赖眼前的环境 而是紧紧跟随 纳旋于丈母之上的云彩 无论是行走还是驻扎 他们都完全顺服于神的引领 出埃及记从远离神的死亡开头 到神与百姓同住的荣耀结尾 凸显了神始终与他的子民同行 引导他们走向应许之地 这是以色列人及所有基督徒 在面对挑战时的盼望和确信 证明神的指引与保护恒久不变 如果你也为我们的故事所感动 欢迎加入传播福音的行列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上帝 您的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时工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愿您的生命中 充满上帝的祝福和指引 谢谢观看